由特教系所举办的《身心障碍者权力公约周》系列开跑咯 现场透过海报的讲解来让大家更了解身心障碍者以及他们的需求 我自己其实是一位学习障碍者 就是对于这一块我就会觉得 其实外人或者是其他社大学人并不是那么了解这一块 我就觉得可以从这样子的活动让大家知道 就是身心障碍者是什么样的东西 除了静态展览以外 他们也深入班级分享相关的小故事 第一种就是可能三角形觉得原型实在太奇怪了 原型不应该是活在这个城市里 所以这种就是不废其事 那另外一种可能呢 是身旁的三角形他们都不理这个原型 觉得你进不去是你去你的事 但这种就是漠视 他们提到两个世界One World的标题 是希望创造一个共融的世界 期待大家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前进 我们这个活动的终于就是希望透过在十大推广 让更多人去重视身心障碍者权益这个议题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是十大大部分的决战以后还是会当好 那以后融合的交易是必然的纵向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讲座 让大家动作的一年多一点的特效支援 中系列的活动进入尾声 即将在星期五画下完美的句点 12月2号的晚上在十一二六的讲座 我们会邀请那个生亲障碍者的妈妈 那他同志也是能处出去会留些 还有当时从一波这方面的朋友 他会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生亲障碍者在教育和修小的 这两块比较会有可能的困难 这些疫情 小园记者蔡静文彭丽婷采访报道